今天舉辦的掃街活動是希望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今天的活動包括早上的至今區的討論會 其實就是要討論至今區對高雄特別是左營南紫地區的影響 同時下午我們在左營大陸進行服貿衝擊地圖的調查活動 就是我們要統計左營大陸兩邊的店家有多少比例是受到服貿協議的衝擊 然後是服貿協議的開放項目 主要是要讓左營南紫地區的民眾知道說 服貿協議以及至今區這些開放會對在地的居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同時希望說這樣的資訊也能夠讓左營南紫地區的立委黃昭順知道 因為黃昭順委員是經濟委員會的招委 就我們所知其實至今區跟服貿都會對左營地區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那我們希望黃昭順委員不要一意的聽從黨議 而應該要了解就是致進區跟服貿對左營地區的負面衝擊 不要在臨時會強行推動這個有爭議的致進區條例 那對於這個東西未來會怎麼樣在臨時會被除了 賴律師這邊有一些推測嗎 就是推測它可能 我們還在觀察啦 因為這次臨時會真正審法案的時間可能只有一個禮拜 甚至只有三天的委員會的時間 坦白講能有多少的進度還不了解 但是我們的觀察是說就算是這次臨時會 致進區條例沒有過沒有送出委員會 馬政府也很可能在隨後馬上召開第二次臨時會 那就是要把這個致進區條例送出委員會 那讓那個接下來新的會期可以通過這個致進區條例 那對這樣的發展我們是蠻憂心的 那我們希望說馬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那自由經濟示範區大家好好審 不對的條文該刪除的條文該修正的條文 都應該刪除修正 那馬政府不應該用行政院的版本要強行推動 目前管中民委員已經說 就是他們不會讓他自己個人不會希望行政院版本被通過 因為他已經請國民黨替他提出一個修正案了 然後他也說如果行政院版本直接被通過的話 他會附上所有政治責任 那你怎麼看 事實上我看過管主委提出的那些修正意見 那個其實讓步有限 那許多有爭議性的條文 比如說38條的零關稅 42條的開放中國管制物品進口 這兩個最重要的條文呢 經濟會 國發會 管中民那邊都沒有做出讓步 這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那今天你們在街上訪談的這個過程 有什麼收穫嗎 或者是你有什麼觀察嗎 我想最大的觀察就是說 其實整個左營大陸 幾乎八九成以上的店家 都是服貿協議的開放項目 都會受到服貿的衝擊 比如說左營大陸很多中錶行 中錶眼鏡行 然後各種的3C賣場 然後便利商店 各種那個中和商場 這些批發零售業 都是服貿協議的開放項目 那他們這邊的人對於這些服貿效目 究竟是了解或不了解 或者是 其實到今天還是很多人不了解 到今天還是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我們有在說明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像這樣一個影響 許多老百姓的重大法案 覺得應該要讓民眾更了解 然後了解各種衝擊 我想這是我們公民團體該做的事情 我這邊會有一個憂心就是 那個賴律師或者是民主政縣這邊 提出這些論述以後 黃照頌或者是其他地方上的一些民意代表 他們會不會說 其實我們當地的居民都沒有什麼意見 可是都是這些外地人跑來我們這個地方煽動的 對於這種說法你有沒有看 我不擔心 就是說 事實上離最後做決定還有一段時間 明天團體只是說把資訊帶給大家 然後是非對錯 其實每個人自己都會有判斷 就好像我們不能夠說去怪報紙 說為什麼一天到晚把新聞登在上面 事實上就是讓老百姓有各種多元的資訊管道 是非對錯再來做判斷 好 那律師應該就這樣 謝謝 謝謝